传人李瑶辰创编无稽刀法教授抗日官兵 直到第六代传人张本利 李宗卢 尹树增 那可是现代武林界的佼佼者 眼下携三黄炮锤门人 直到并参与本片拍摄的庞莲福先生 则是三黄炮锤全门的第七代传人 以气为主 以李当先 内中有情理 布下有圈筋 是三黄炮锤拳的操练要理 快蒙巧节 沉稳刚进 内外合一 刚柔相继 朴实乌华是三黄炮锤拳的动作特点 至于以利府破干柴的劲劲表现 所向无敌的气势和清新爽快 普雅大方之感 则是三黄炮锤拳的风格 秋色陈光珠 目睹三黄炮锤门人 沉稳刚进的拳术 内外合一的紫路太极 快蒙巧节的对链和拆路 以及长短气剑 风云棍 八仙剑 短匕首 紫龙大枪 直至庞莲福先生的连掌展示 不由得不让周边观众拍掌教权 三黄炮锤拳是内架拳 它的修炼内容注重规矩 气道 身法 是形成神器行三者合一功夫意境的精髓 这一圈门推崇的柔外刚中 主要体验在建立外形的柔弱无谷 无响齐鸣 和内气如仰充盈 培圆养针的建制值 以达到外顺内应 神权神明的功夫意境 三黄炮锤拳 有老驾拳路 精选拳路 开路 和三手工艺拳 长短期间 这一拳门特别要提出来的 就是这个年长和子虎太极拳 对人们的健身 强体 以及特别是在工房 角际宫显示的作用更为粗浅 三黄炮锤拳的手型有 虎掌 鹰掌 鹰掌 龙青掌 和它的钩手 八字手 和它的宝剑手 掌 平拳 力拳 它的步伐 它的步伐有 阴阳步 擦拉步 还有圈装步 这些步伐在实战中 发挥着克服制胜的作用 三黄炮锤拳 适合于各种人情的锻炼 人们可根据自身身体状况 采取快炼 刚发炼 和松柔慢炼